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些元素 第一是跟在齐门邓甲之中 跟这个符号就代表是男有的符号 以齐这个符号是代表说与有的符号 而六合是判断关于能否成婚的决定性因素 又要结合石干一起来认述 当然这里面千万不要相复去乱作用 当石干和乙齐和根是不能相作用的 也就是说石干是不能作用的 这个乙齐和根是不用在这个石干之上的 石干是一个单独的论述这件尸体的走向和最终的结果 婚姻 当然乙和根肯定要作用于婚姻了 它对这样 六合是代表着能否成婚的条件和气场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判断原则 当根和乙相克的时候 肌肤很难成婚 当乙齐和根同时来克六合的时候 也代表着不成婚的条件 根和六合是比合的 说明说男方是希望和女方能够走到一起 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婚姻家庭的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现在进行了论述 拿到这个局我们一定要分析 首先的判断原则是宏观的判断原则 以公来认的 以公 比如这个案例 这个根落宫是所谓的正宫 正宫为动为行动 为行动 明是什么门呢 明是声门 这代表什么 我一定要去和这个女的和女孩建立一个长期的这么一种符号关系 明是什么符号 明是男酒或者老公的符号 他决定生成 为什么是长期呢 明天任心 天任心代表是长久的意思 长久 长久 稳定的这么一种关系 这是他的心态 从这个案例来讲 其实当时的原话这样说的 对方懂你的图无不轨 而以也动也懂对方的这么个矜持和暧昧 但是 落花有意 但是流水无情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根和以之间 是相刻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以其所入对公 五行说经 来刻 处在正宫五行的说木 叫金刻木 当以其来刻根的时候 表示的是与方不同意 不同意 当然还要集合这宫里面的新门来认 宫中林天瑞和始门 始门和天瑞是来自于宽卦 在人能上宽卦代表的是母亲 母亲也不明说与方的女孩的母亲是不同意 你们的这段情感呢 原因是为什么 根公林生门林根 生门代表什么 代表是钱财的意思 金在这儿林胎地 一个八七年的人 现在已经三十多了 还处在一个胎 像胎儿一样 幼竹什么 像巨鹰一样 它是直 学生领养 没有创造价值的 所以说与方对男方的态度就显然 是没钱 还从另外一个符号里面看出来 以下做心 心在这里落地 落地 落地 对不对 也是代表是钱的意思 而公公还参与了一个符号 贵家心在网盖天牢 日月失明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的心态是什么 对这段情感的态度是什么 不明不白 可阴可养可谈 还有一个可不谈的 什么种状态 当然贵家心网盖天牢日月失明 也说明说处在一个没有明确大达 处在一个暧昧的那种状态 来看的 以家心为龙桃酒 代表是女方离开南方的那个票 这是 从这个乙和根 从两宫之间来判断的 好 我们再来看时干录工 时干临心 心代表什么 心在任何判断原则里面 都代表是问题 错误 毛病 心下临的认识格局 因为这个格局表现出什么像 一货受两家 所以一货受两家 引申过来 代表什么意思 一个女人 取配给了两个人 叫一货受两家 在这里可以引申是什么 脚踏两只船的信息 从这个符号里面 来解读女方的心态 有这个女的还是比较贪财的 用一下做心 心在这陆地 在这里可以认为 我们当今现在的名词来讲 叫拜金 叫拜金 那么我们再来看六合宫 六合宫里面 参与了一个丙 一个婚姻里面 只有乙和根 丙在婚姻里面 但是什么 丙 代表是女方的另外一个男人 在这个情感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丙呢 还要记住一点 齐门凳甲里面 所有的符号 它一定不是不愿如果出现的 我们再来集合 它的门竿刻意 三门加丙 代表是道路损失 在这些道路损失 引申什么 在你们情感的道路上 道路损失 在情感的这条道路上 一定会失去 一定有所损失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第一 女朋友家 她妈也不同意 她也不同意 嫌你什么 嫌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赚了太多的钱 哪怕你对她 这个心 太真心 哪怕你对她 是比较坚持的 一直在追她 哪怕你的行动力 有多强 对方根本一动于衷 和你保持一种 简单的一种 暧昧关系而已 并且与方现在 还有个叫备胎 一个备胎 为什么可以解释成备胎呢 我们都知道 从商门来可以上去理解 商门在但其他的挂手中 会代表是车 车 并为语言 车上语言的东西 是不是叫胎 可以在这里讲 语方 还有一个备胎 所以何去何从 以自己去拿主意 也就是说我们整蛋的结果 判断的结果 判断的结果 哇 与方 并非对你是真心 至于说你该怎么办 不是我们有来下的决定 是他自己 你把这个利害因果关系 中间会发生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 你让他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决定 给他自己去下 那么我们还考一看 另外一种符号 指使门 指使门 也代表着 你关于恋爱的 这件事情 恋爱的这件事情 指使门 是死门 比如说 告诉你 你这段情感的最终结果 会死掉的 明白了吗 死掉的 奇门凳甲是什么 奇门凳甲是高维能量 高维能量 投在二维平面上的像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高维通过我们的预言 把它转换成生活中的预言 和这个尸体 来描述出来 翻译出来而已 至于 结果 给他自己 他该怎么做 给他自己去决定 这是我们的工作 这个案例 大家 我相信大家 这样讲了以后 大家以后 遇到这样的案例 应该就会 准确的去下一个判断了 好 这个案例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